我的题目是从受难到复活 当我们讲从受难到复活的时候 我们先要提醒一点 受难的重点 主耶稣受难的重点 不是征战 不是跟魔鬼征战 主耶稣受难的重点 是顺服上帝 重点不在主耶稣受过多大的痛苦 看得到的那些痛苦 肉体的痛苦 心灵的痛苦 而是神加在他身上的 看不到的咒诅 我们看不到 但是我们从经文可以知道 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或者说成了咒诅 就俗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上记者 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这段经文是来自生命纪 二十一章二十三节 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耶稣到世上来 其实就开始受咒诅 在十字架上就受到神最大的咒诅 被咒诅 那么这一点 圣经其实讲得很清楚 可是我们通常不敢多去想它 我们不敢多去想 父神对子发出了咒诅 可是不仅在生命纪二十一章二十三节的话 应用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是非常恰当的 而且旧约圣经里面 我们非常熟悉的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 也说了这句话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罪孽归在他身上 耶稣身上承受了一切的罪恶 然后也承受了一切罪恶的鞭打 五十三章第十节 耶和华定义 那个定义也可以翻成喜悦 耶和华喜悦将他的儿子压伤 下面一句 使他受痛苦 就是在我们信徒当中 在很多的神学家里面 大家都会有一种天然的倾向 就是整个耶稣受难 是一个征战 跟魔鬼对抗 那么跟魔鬼对抗 最后险胜 一度失败了 被打败了 死掉了 后来又从死里复活了 这样的理解不是很恰当 我刚才已经讲了 耶稣受难复活 那个主导的重要的对象 都是父神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稍微就 想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跟神有了距离 我们是抵挡神的 本来在伊甸园里 神很乐意跟人交通 人也很乐意跟神交通 我们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 我们是他的儿女 可是当我们犯罪以后 你记得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躲避耶和华 远离耶和华 那么耶和华也把我们这些罪人 赶出了伊甸园 但是主还是喜欢我们 主还是希望能够跟我们重修旧好 那个字就是和好 主希望跟我们和好 主怎么样的情形下可以跟我们和好呢 在《出埃及记》第25章22节 当以色列人照上帝的命令 开始建会墓 会墓里面有圣所 有至圣所 至圣所里面有约柜 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 那么施恩座旁边有两个天使 或者基督博对着看 这些因为现在我们手机电脑的方便 你都随时可以搜一下图片 就是约柜的图 里面都会有两个天使 面对着面 那么在那个天使面对着面 就是基督博面对面 脸对脸朝着施恩座 施恩座 mercy seed 放在约柜的上面 然后22节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耶和华要在施恩座那里 与我们相会 那么施恩座现在没有了 约柜没有了 会墓没有了 圣殿也没有了 那么耶和华要在施恩座那里 与我们相见 那个施恩座是什么呢 施恩座这个字 在新约里面被翻译成 挽回记 那么在罗马书第三章25节 用了这个字 另外在约翰一书里面也用了这个字 用的不多 但是非常重要 我读给各位听 罗马书第三章25节 神设立耶稣座挽回记 是凭着耶稣的血 把它跟希伯来文对在一起 就是神设立耶稣座 施恩座 神设立耶稣座 施恩座 凭着耶稣的血 当旧约的时候 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圣所 再进到至圣所 进到约会的前面 约会跟这讲座差不多的样子 约会的前面 那么约会上面有一个施恩座 然后两个天使对着看 在那个地方 大祭司要弹雪在上面 借着血 消除上帝的怒气 人可以跟上帝和好 神在那里跟我们会面 好 各位 一个是出埃及记 很早很早以前 跟我们今天有关系吗 一个是罗马书 耶和华 神设立耶稣座 施恩座 那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如果我们把一个地方的经文连起来 这三处连在一起 我们就恍然大悟了 就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 在复活节的早上 或者是耶稣被盯的 之后的第三天 那天早上 莫大拉着玛利亚 去坟墓去 那么在十一节讲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一节 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 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各位约翰在圣灵感动下 写的每一个字 当然圣经每个字都是圣灵末世 都有它重要的意义 约翰福音特别 话中有话 字中有字 每个话每个字 都有它属灵的意思 玛利亚在坟外面哭 没有进去 哭的时候呢 又有一点像小孩子委屈了 但有点好奇 一面哭一面偷偷看 偷偷看 他看到约翰花了很多力气血 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的地方坐着 注意下面他为什么写这两句话 一个在头一个在尾 两个天使 在耶稣的尸体 一个在头一个在尾 而且说是穿着白衣坐在那里 如果我们把刚才两个地方的经文放在一起 你就恍然大悟了 使徒约翰在圣灵感动下 写 玛利亚去见到耶稣 正好就是出埃及记 25章22节 在那里 我要跟你们会面 那里就是施恩座 施恩座就是罗马书三章讲的 挽回记 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挽回记 成为施恩座 那两个约翰福音讲的天使 就是出埃及记里面的基督国 各位这需要花一点时间 慢慢消化 把这个历史 把这个动态消化 然后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 人犯罪得罪了上帝 人恨恶上帝 不想亲近主 我们今天仍然是这样 我们的本性 即使重生得救 照着我们的本性 我们还是不喜欢读经 不喜欢祷告 不喜欢侍奉 不喜欢来教会 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心被恩赶 想要服侍主 想要爱主 想要过圣洁生活 你都随时要提醒自己 你办不到的 我们没有这颗心 当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开始有这颗心的时候 那魔鬼会有很多的征战 让我们不愿意这样做 所以我们读经 常常读一下 就半途而废了 祷告一下 就半途而废了 要好好聚会 常常就半途而废了 我们感谢主 是主的恩典 但是即使我们重生 得救的人 即使我们有圣灵 在我们里面的人 我们还是罪人 我们不喜欢亲近上帝 我们需要圣灵 随时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仍然有罪 不喜欢亲近上帝 所以我们也常常 惹他的愤怒 我们这时候就真需要 圣灵提醒我们 耶稣 神借着耶稣给我们的爱 让我们能够到他面前 让我们能够喜悦到他面前 让我们到他面前 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耶稣的受难 最重要不是在跟魔鬼作战 很多的学者都这样讲 很多的历史历代 很多信仰不够纯正的人 都这样讲 因为他们不太愿意讲 耶稣为我们受咒诅 他们不太愿意讲 我们人的罪很重 他们不太愿意讲 这个很重的罪 惹上帝的怒气 他们不太愿意讲 上帝击打他自己的儿子 一直到今天 大家听到耶稣替我们赎罪 常常都说 这是一个不恰当 甚至残酷的讲法 把上帝讲得好像是很凶 打他的儿子 Well 上帝天父 非常的爱他的儿子 十字架这件事情 道成肉身到十字架 也显出父爱子 子是父所喜悦的 即使在耶稣道成肉身 上十字架 为我们的罪被咒诅 耶稣自己还是被父所爱 所喜悦的 这一点都跟我们有关系 今天讲的这几点 都跟我们有关系 当我们受到折磨 打击痛苦的时候 不要怀疑 不要说 主你怎么这样对我 不要说 主如果爱我 怎么会让我的父亲得癌症 怎么会让我的小孩得忧郁症 怎么会让我们遭遇到这些不幸 我们可以问问题 我们可以向神诚实的提问题 但是 因这十字架让我们就知道 神对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充满了爱 包括给我们艰难的时候 父神爱子神 天父爱耶稣 这个爱跟我们非常熟悉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爱 一定有一样的地方 因为爱都是从神来的 但是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你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神的爱 或者是神对我们的爱 或者我们对神的爱之交流的 爱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爱是恒久忍耐 英文旧的翻译翻得比较直接 爱是long suffering 恒久受苦 这个在婚礼的时候 我都常常要提醒新郎新娘 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就要知道 婚姻里的爱是长期受苦 你们都应该说阿门的 当然不敢说了 这样侮辱我们的配偶 不只是夫妻之间的爱 我们照顾小孩 我们孝顺父母 我们都会有受苦的情形 小孩有的时候不听话 不好管 父母有的时候不好照顾 就是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形 但是爱 保罗在圣灵感动下说的 第一个因素 第一个现象就是 恒久忍耐 要忍耐忍受那叫你痛苦的事 我想在我们这一生中都会如此 天父对耶稣的爱 圣子对天父的爱 没有这一层 因为父和子之间的爱 没有忍受 没有忍耐 不是long suffering 是long enjoyment 父爱子 那个爱里面有一个因素 我们平常讲爱会说没有 我们平常讲爱的时候 尤其是根据哥林多前书 十三章讲到爱的时候 我们常常讲爱不是喜欢 恒久忍耐 那是什么喜欢呢 爱是一种忍耐 爱是很痛苦的 爱不是喜欢 你可以喜欢吃冰淇淋 因为那叫你很舒服 你不太容易说你爱吃冰淇淋 因为那个冰淇淋没有叫你恒久忍耐 你是很喜欢吃的 但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 充满了喜欢 他们中间没有忍耐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圣父圣子之间的爱是有喜悦的 是喜欢的 那么圣经里面有两次讲到这种喜欢 一次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 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另外一次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 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 天父有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耶稣受洗的时候 天父特别讲 哎呦我好喜欢你 当然也讲我好爱你 爱子嘛 我好爱你 我好喜欢你 耶稣变相的时候 天父说 哎呦我好爱你 我好喜欢你 为什么在这两次 不是无饼而鱼的神迹 不是在海上行走 不是水边酒 不是其他 耶稣讲完登山宝训 是耶稣受洗和变相的时候 神特别在众人面前说 哎呦我好爱你 我好喜欢你 因为在这两次 耶稣所表现的都是说 父啊 我顺服你 我顺服你 而且我欢喜快乐的顺服你 受洗是什么意思 各位对我们有关系哦 因为我们受洗 也含有这个意思 耶稣问过门徒一个问题 我受的洗 你们能受吗 我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简单的说 洗里有一个含义 当我们愿意受洗的时候 除了其他种种意义以外 除了其他种种上帝 为我们所做的奇妙的事情 我们见证以外 有一个意义 受洗就是愿意背试之家 愿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从水池里上来以后 我受洗了以后 我要活出一个生活 这个生活是完全顺服上帝的 各位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有那个心智 我们喝那杯也有这个含义 我喝这杯 我要因着上帝的恩典 因着耶稣的恩典 我愿意完全地顺服你 忍受十字架 耶稣登山变相 也有这个含义吗 有的在路加福音九章三十一节 摩西伊利亚 在那里谈耶稣变相的时候 没有谈耶稣在天上的荣耀 没有谈耶稣最后的胜利的荣耀 谈到耶稣去世的事 当这个世界 包括上帝的独生子 显出一件事 就是我们都显不出来的 就是我们愿意顺服 信靠上帝一切的带领 包括上十字架 神真是非常的喜悦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有这个非常 叫天父喜悦的心愿和宣告 我多么希望福音派的教会 灵恩派的教会 我们都常有这样的宣告 我们宣告基督是主 我们宣告基督复活了 我们也宣告 像希伯来书十章五节说的 神啊礼物和祭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神啊我来了 我来为要造你的旨意行 各位 有的时候你在主日学里 小朋友冲进来了 他来了 他来要违反你的旨意行 那个调皮导弹的一来 就是要惹你的怒气 有的时候小朋友是这样 有的时候大人是这样 有的时候父母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的工作是这样 你的工作是在客树部的 你就听到 你就预备要承受一件事 每一个电话接起来都是骂你的 每一个电话就是 我来了 我来是要抱怨的 我来了 我来是要整你的 我来我要叫你不快乐的 我来我要处罚你的 大人小孩教会都有这个情形 有些同工彼此之间是这样 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上 他对天父讲一句话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意思行 我要欢喜快乐的照你意思行 我要 照你的意思行到死 因为前面一句话是 翻记和其他的记你都不喜欢 你喜欢我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 欢喜快乐的献上 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死是痛苦的 是被咒诅的 但是也是叫天父欢喜的 因为他要照主的旨意行 好 耶稣的受难 最重要的不是跟魔鬼征战 是顺服 顺服上帝 耶稣的受难 显出更显出 父和子之间的喜悦 这一点我们没有办法表达的太多 除了我刚刚用的希伯来书以外 因为我们看到的确神的愤怒加在他身上 但是很微妙的 那个愤怒加在他身上的时候 耶稣的那个反应 或者用以赛亚书53章讲的 像沉默的羔羊一样 叫天父 无比的喜悦 我以后在复活节的时候 受难日的时候要讲得到 我会想一想 各位 受难日复活节 我们想的常常是我们自己的感动 我想想一想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 耶稣的想法是什么 包括他在科西马里面 包括他在复活的时候 他的想法 我这一次也开始想 因为还没想出结论 所以今天不会多讲 天父是怎么想 当天父的儿子死的时候 各位这是很矛盾的话 耶稣是上帝儿子 上帝不会死的 但他真死了 死的时候 受到那么大的羞辱 死的时候 天父是高兴呢 还是生气 一定有生气 因为他的儿子 被人家整死了 但是一定有高兴 因为当有人 神的儿子 神的儿子更是如此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求主帮助 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天父喜悦 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想法 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想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是替我们承受上帝的刑罚 甚至耶稣整个道成肉身 从玛利亚父中成胎 一直到他死 都是代替我们受刑罚 在神医学上讲 那是圣子对圣父的顺服 消极和被动的顺服 也就是他没有做错 却承受做错的刑罚 亚当的后裔 像我们都做错了 该有刑罚 耶稣没有错 不该有刑罚 但是他替我们顺从了 承受了 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也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承认在圣经里这一点 也不是讲得那么清楚 但是我们必须肯定 耶稣从道成肉身 一直到死所做的 不只是在替我们承受刑罚 甚至在十字架上 也不只是被承受 代替我们受的鞭伤 耶稣所做的 有正面的 积极的顺服 就是遵行上帝的旨意 代表也代替了所有神的儿女 行义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我们必须感谢赞美主 主耶稣这一生所做的 替我们完成了一切的义行 耶稣代替我们 也代表我们 这是我在耶稣受难的时候 最后要讲的一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希望我也能表达清楚的 我们一般都讲 耶稣代替我们受罚 我们该下地狱 我们该受上帝的震怒 耶稣这一生 特别是在十字架上 代替我们受刑罚 可是各位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这观念不好懂 但是需要讲 耶稣不是只有代替我们 耶稣也代表我们 你说代替和代表 有什么不一样 有很大的不一样 各位放松你的头脑 这样比较容易懂我在讲什么 轻松一点 你的功课 我代替你做 这不对吗 如果你的儿子杀了人 你代替他坐牢 我想你应该也知道 这也不对 你不应该代替别人做事的 这个是枪手 这是作弊 你儿子写不出作业 你帮他写 这是作弊 这个代替是不应该的 如果你儿子犯罪了 你代替他坐牢 或者你家有钱 请人代替他坐牢 这个不太道德 因此很多人 最有名的就是康德 完全反对 耶稣代替我们 因为这个不道德 我们还是坚持 耶稣 他的生 他的死 代替我们受刑罚 也代替我们遵循上帝的义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呢 因为我们 记得这句话 因他受的鞭伤 因他受的刑罚 因为耶稣代替我们了 我们就不必再受这个处罚 这一点我们非常强调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不必再受地狱的火 所有的基督徒 我们得到上帝 给我们一切的祝福和喜悦 通通都是白白得来的 是耶稣替我们做的 这一点我们记得 我们强调 我们肯定 但是耶稣也是代表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强这一点呢 因为代表这一点的强调 就让我们不至于有作弊的嫌疑 也就是在圣经里面 不多地方讲到的这一点 就是 我们跟他联合在一起 以至于 耶稣所做的 我们也做了 我们所做的 耶稣也做了 而这个做呢 又不是代替的做 是代表的做 是在基督里的做 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这里包括使我们在法律上 道德上站得住 好这样讲 你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吗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说 没有没有没有 你完全遵守了上帝一切的律法吗 因为我们要遵守上帝一切的律法 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 这个在旧约有讲 新约 包括雅各书 包括加拉太书都有讲 他讲的负面 正面都有讲 负面的是 你如果一条律法跌倒了 就在众条上跌倒了 上帝要的是完全 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 我们没有守全律法 可是上帝要求我们守全律法 那就只有耶稣办得到 那么耶稣办得到的事情 要跟我们连在一起 我们必须被他来代表 就是他做的 我们也有份 我们做的他也有份 我们做的错 他也有份 使他被处罚 是公平的 他做的 我们也有份 使我们得奖赏 是公平的 我知道这些都不容易了解 我只是先把这些跟各位讲 下面讲的故事 各位可能可以比较多了解一点 我这样说 先不讲故事 你今天 那么你们的大楼开会 你不能去 你请一个人 做你的代表 他带你投票 他是你的代表 他代表你投票 对了 从一个角度来讲 也是代替你投票 但是他的代替 投票 不是照他的意思 他的代替 是照你的意思 所以他是代表你投票 你说 你要投反对 他就投反对 所以你没有来 但是你等于跟他在一起 你也来了 耶稣的代表有这个含义 如果我们生活中 一切都是代替的话 那有一个再一次说 很重要 很正确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功劳 让我们得到上帝的喜悦 都是耶稣做的 他代替我们做了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负面的果效 就是我们该受的刑罚 通通没有受 他代替我们受罚了 好 这个我们肯定了 一再肯定了 但是这有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我们没有做 怎么可以得赏 我们犯错了 我们犯错了 怎么不得罚 如果各位想一下 如果你的孩子 你的学生 你的员工 每次做错事 要处罚 都有别人代替他处罚 你的学生 你的小孩 每次要他做对的事 都有别人代他做 功课有人代他做 工作有人代他做 各位如果我们的生活中 坏事都有人代替我们 好事也有人代替我们 代替我们辛苦做好事 代替我们辛苦承受处罚 结果会怎么样 结果就是我们变成一个 又懒又恶的人 不上进 不好好做 这就是我讲的 我们需要的主 给我们救恩 我们不只是代替 也是代表 我们不是 没有做事 想福气 或者做了坏事 不被处罚 有这个层次 但是也有一个层次 各位 所有上天堂 该做的好事 你都做了 你不必觉得羞愧 你说哎呀不好意思 我没有做 你做了 要不然你上天堂 是不合理的 你不该上天堂的 神没有废掉他的律法 你上天堂 得上帝的祝福 因为你做了好事 你守全了律法 你说我没有 我说你有 你怎么有 你在基督里有 你跟基督连在一起了 他代 不是代替你而已 代表了你 在听说 在中世纪的 在西方 很多的城堡 很多的封建地方 有这么一个制度 国王有儿子 那是王子 王子很调皮 不上进 王子没办法处罚 也没有人敢处罚 因为就算是国王要人处罚 他也不敢嘛 国王会死的 有一天王子登基了 当年你处罚他 你就倒霉了 于是有一个制度 这个制度叫 虚拼 是鞭打的意思 虚拼 叫做 哀鞭童 那么我们中文有一本书 是翻译美国的一个著作的 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故事 讲一个王子在城堡里面 非常调皮捣蛋 在宫廷里面 人人头痛 爸爸也头痛 那么他们就有这样的制度 这王子旁边就有一个挥拼波语 跟他一起吃一起喝 零罗绸缎 吃喝完了都没有少 只有一个不一样 王子犯错了 就打这个挥拼波语 而且在王子面前打 意思是好意了 你该被处罚的 你该被打得皮开肉绽的 但是因为你是王子 就叫他被你打 你要知道你多么的可恶 被处罚 挥拼波语是非常想离开这个地方 他觉得好痛苦 他觉得 他在这里很不自由 很不快乐 很不公平 他 想离开 他当然不能离开 有一天半夜三更 他被王子叫醒了 然后 王子把他带到马厩那里 带着马 他说 要干嘛 王子说 我在宫殿里 太无聊了 我们出去冒险 挥拼波语 当然很高兴嘛 在宫殿里面 他吃穿都非常舒服 但是很不公平 还要挨打 他就跟他一起出去了 两个人就出去了 挥拼波语是想出去以后 可以逃 逃掉 王子是想刺激一下 就长话短说 他们到了森林里碰到了强盗 两个强盗就把他们抓住了 挥拼波语非常聪明 一方面 他很爱这个王子 虽然不公平 但是他学着要爱这个王子 另外一方面 他想得自由 所以他就对强盗说 我是王子 这个人是我的挥拼波语 强盗相信了 因为挥拼波语表现出来的 做什么事都做得很棒 他是挥拼波语 什么事都会做 要烧饭 要洗东西 通通都会做 要买东西 算数 都非常的好 王子很笨 什么事都不会做 所以他们都相信了 这个人是 就是他们的位置颠倒过来了 那么颠倒过来了 王子就惊艳到一件事 他被强盗打过 他以前千金之躯 没有被打过 他现在被打过 他因为做错事被打过 他知道什么是 做错事的处罚 他被辱骂过 他知道什么是羞辱 他知道他以前羞辱别人 是怎么样的不应该 那整个故事就是 后来大传言了 挥拼波语也被赏了 王子呢 这是我今天讲的重点 王子体会到一件事情 就是做恶的不好 以及读书会办事的好 他怎么学会的 如果天天都有人替他做事 他学不会 他真的挨了打了 真的行了善了 他才知道 做错的可怕 做对的好 弟兄姐妹 我们也是 我们再一次说 这是我第几次说的 耶稣替我们行了一切的美善 我们没有行 耶稣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刑罚 我们本来是活该 该承受的 没有承受 但就某一种意义 我们在基督里 与基督相连 我们与主 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基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都跟我们真实的有关 耶稣是我们的 挥拼boy 圣灵使我们 在耶稣被挥拼的时候 被击打的时候 我们也有份 那这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明白耶稣代表我们 也代替我们 那么最后我讲 当我们的主耶稣 受难到复活的时候 将来我们的复活 会跟耶稣复活的身体相似 而跟圣经里面 其他记载的复活都不一样 所有其他的复活 包括旧约新约 耶稣所教 拉撒路复活 以利亚以利沙教人复活的 那个复活 都是一个神迹 复活的人还会再死 复活的人还会犯 不再犯罪 耶稣的复活 和我们将来的复活 是变化 是一个奇妙的变化 菲利比书三章二十一节 耶稣要将我们的 卑贱的身体改状 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复活 不再犯罪 不再受捆绑 不再受挟制 可是我强调 我们今天还没有那样的复活 我们今天有没有开始经验 这样的复活 应该有 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 我们已经有圣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已经既脱离世上 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是彼得后书讲的话 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生命了 从一个角度来讲 甚至我们开始有一些复活的生命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又跟以前的罪人一样 仍然在犯罪 仍然在跌倒和失败 我自己以前讲到说 我们今天还活在星期六 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 但是还没复活 我们今天耶稣已经复活了 但是还没有 你接着下去吗 还没有再来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因圣灵感动 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 受死 这都发生了 埋葬 这也发生了 降在阴间 这也发生了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哈利路亚 已经发生了 还不止这样呢 升天坐在全能至高者的右边 这也发生了 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 使徒信经没有的 将圣灵浇灌下来 也发生了 我们也领受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没有发生 将来必从那里叫你 主还没有再来之前 我们的生活 还是充满了失败 甚至有的时候看起来跟主没有复活一样 那不要灰心 不要失败 不要失望 求主帮助我们 积极的 正面的 依靠我们的上帝 我们向神祈求 主 帮助我们 与你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帮助我们生活中 不体贴肉体 体贴圣灵 帮助我们 体贴圣灵 使我们 靠着圣灵而活 你们若顺着圣灵而活 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在征战 我们在得胜 我们在失败 我们都有这些 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好 得胜 复活的生命 一天比一天更多 我们祷告 天父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你的死 也经历你的复活 让我们与你同死 也同复活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 无罪的 无瑕无刺 背负我们重担的羔羊 使我们渐渐地 更多过得胜的生活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好好 谢谢大家